结束放映吗 所以整不能言轻 他的架构是这样 当我们熟悉的时候 理你就会通 前闻消后闻 他会贯穿 因为 去脑子上他教我们这样 他说你好好的 你把它念熟 前闻消后闻 后闻解前闻 那我们看他整个架构 理要贯通 来这个 有看到这一段 上次有请大家讲 这个理是什么 我们本来是左边 妙明真觉 本来是这个清净心 然后呢 一念不觉 就开始心就开始动 动了之后呢 就有什么 就有能见 有没有 能见 所见 能见所见 什么叫能见所见 就是我要看 我要听 我要感受 我对这个世界 要先有我嘛 要先有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 所以能见就是 我 思 我想 我见我闻 我的心开始动了嘛 一动呢 就有一个被看 被听 被想 被 对应的那个静 叫做静界向 所以能见对 所见之后呢 诶 这个能见之心 叫做 世经元明 所见之静 就是五大 地水火风 空 接下来呢 在心里面呢 开始 有什么 心里开始 有很多的 交互的作用 纠缠 我们在愣眼睛里面讲哦 他就是 外面那个静啊 把我们的心 本来是 清静的 叫 黏 站 有没有 上次讲那个动作 就是把那个 心站式的那个站 站是清静的意思嘛 就把它给 勾引出来了 我们本来 没有要招惹 这么多的人 结果因为 我看他一眼嘛 那你为什么看 那你为什么喜欢他 因为我当时 一见钟情嘛 如果是摩登前女 他就出来 倒水 然后就看到阿难 多看一眼 完蛋了嘛 好是不是 哦这么帅 然后你看到阿难 很投缘 阿难真的很帅吗 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阿难长什么样子 但是 世界上帅的人那么多 庄严的人那么多 你不一定会喜欢阿 每个都很帅阿 你也不用说每个都要嫁给他嘛 但是呢 因为摩登前你就 哇看到 这就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 好 那他这个眼睛一看 他就会有喜欢跟不喜欢 人就是这样啊 我有好感嘛 有好感了之后呢 诶 我喜欢这个样子 我喜欢听这种声音 我喜欢做这种事情 乃至于我们来学佛 我喜欢这种佛嘛 我喜欢这个氛围 我喜欢这种修行法门 也是见闻觉知 好 那从见闻觉知当中开始 你的心开始要分成眼见 然后呢 耳闻 鼻袖 舌长 声觉 有没有 也是能跟所 有没有 好 然后呢 你的意要知 色声香味处 而产生什么 而产生眼视 耳视 鼻视 舌视 声视 意视 心意 视 就出来了 这个地方呢 叫做十八戒 十八戒 就是这个世界 好 那你要怎么拆解 你要拆解的就 很简单啊 我们来看 这里 你要拆解哦 愣眼睛教我们修什么 什么圆筒 耳根嘛 对不对 好 我们迷思是这样啊 声音视有 灭从色除 这十八戒呢 这个色声香味处法 这边都是十八戒 就是色法嘛 花花世界 我现在要从 这一边 右边 要到左边 你要解啊 好 耳根圆通是 愣眼睛最重要的 观世音菩萨的法门 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呢 从哪里开始呢 从出于闻 出于闻 有没有看到闻 我们看这条线 闻在哪里呢 闻在哪里 见闻的闻 耳朵要闻 有没有 耳朵要闻嘛 有看到吗 耳要闻哦 闻 闻声音 声音有动成 有进成 对不对 所以呢 他耳根圆通 讲什么 出于闻中 你要听的时候 有人跟我讲一句话 或者是我们今天来打残器的时候 教大家怎么修 我们先 以前我们老和尚呢 就教我们 先听一个声音 先听 这个声音啊 可以是一个规律的声音 那那时候呢 我们身边没有什么规律的声音 大概就是闹钟的声音 钟的声音 对不对 那个是规律的声音 那有些人说 哎呀我要听风声啊 雨声啊 可是那个都不规律 而且有时候 那你这样子修 你很困难 你要等到下雨才能修 对不对 起风才能修 所以呢 你就先 先从一个声音 但是不是要去听 那个声音的美妙 所以那时候呢 师父讲 要听 闹钟的声音 因为他的声音 没有没有感情的 他是一个机械性的声音 不会让你升起 泡跟雾嘛 你不会说 嗯 这个 钟摆的声音 好美妙 没有这种事情 然后 最多就是无聊 但是呢 你先从这个声音开始来练习 当我今天来听的时候 你听到 哒哒哒哒的声音 对不对 你听的时候呢 就开始看 开始观察 谁在听 能听之心 这个能听 是你嘛 所以闻 闻会对到一个声 这个声音 有 有声音跟 没有声音 叫做动 跟静 深层是 动层跟 进层嘛 动层就是 有声音 进层就是 没有声音 声音不是 就这样吗 好 那 我们在听的时候呢 出于闻中 你能闻的心 要听声音了嘛 你要听哦 听了之后呢 你的心不是跑去说 哦 这个声音很好听 不是 要怎样 入流 有没有看到 入流啦 入流就是 你不是心跑去听声音 而是 回来 能闻之心啦 你的心要来 注意的 安住在 能闻之心 所以你听 只是暂时 先找一个 对象 让你专注 心静下来 可是接下来是 听的目的是 为了不听啦 听得懂吗 我现在听到 哦 我听到滴答的声音 可是接下来呢 你要 把心 收回来 而不是跑去一直去听 那个滴答滴 滴几个啦 哦 所以属习惯是这样 我们先天是 借由 属数字 属呼吸 其实不是为了要属 你呼吸几次啦 不是 不是那个静 不是你的呼吸 是长的是短的是好 是坏的 不是 是借由呼吸 回到 能属之心啊 因为我们要去 掌握自己的 能知能觉 不容易嘛 所以借由耳朵 听的这个功能 好 回到 自己 能闻之心 这叫做入流啦 这样了解 入流之后呢 往锁 往锁 就是 这个锁是什么 这些静啊 就不会干扰你了 入流往锁的这个锁啊 就失去作用叫做王 好 不是变成安静哦 那没有安静啊 你只是不去相应他 你不去攀缘他 所以当你修耳根源通了之后呢 你在哪里你都安静啦 你不修耳根源通 你在哪里都嫌吵 你躲不掉啊 因为所有的世间都是有声音的 动声喧哗 这个世界就是 尘嘛 声音就是这样 所以 有声音没有声音 他都是深沉 所以我们说 去地狱的时候呢 你怎么样去感受到地狱 你眼睛都看不到 但是你就会听 听到什么 鬼哭神嚎 这些叫做 明文 就是你听得很清楚 哇 很恐怖的声音 所有最恐怖的声音 都出现了 你不想听 他都听 你都听得到 还有第二种 更恐怖的就是 你什么都听不到 叫做必听 就是你 耳朵已经听不到了 听不到 听不到的状态 叫做动 静耳相 不是没有听 是你的心入流了之后 所以动 静耳相 了然不生 就是你跟这个尘 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 好 所以呢 动静不生 有没有看到 动静耳相 了然不生 这时候呢 这个文的这条线 动结 静结解开 所以六 五啊 这两个结 总共有六个结嘛 这六结解开 五 解开 解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不会被他干扰了啦 不会被他干扰 是不是 一根 六根记返圆 好 接下来呢 六根要返圆了 你是耳朵是这样 见也是这样子 绣也是这样 六根都是如此 好 现在剩下文哦 好 如是见增 如是见增 就是你的动静耳相 了然不生之后 到你的文 能文之心 能文之心 也要解吧 所以怎么办 文 所文 静 就是能文 所文 回到源头 其实哪有文 是你的心在耳的作用啦 所以回到六根归一 这叫文 所文静 静文 不住 就是不要住在 文之心这里 有没有 文所文静 文所文静 能文之心已经不住了 接下来呢 生下绝 下一个 叫做绝 所绝空 空绝即圆 就是这个绝结 也能够怎样 解开 好 接下来呢 生下 空 对不对 连空都要破 叫做空 所空灭 空所空灭 那你接下来呢 生下什么 生下生灭 最后就生下灭 空所空灭就被灭了吧 生下灭 对不对 你连灭都要灭它 叫做生灭 即灭 即灭现前 这时候 这个妙明真觉就现前 前面的右边这一堆呀 全部都是生灭心来的嘛 你的心一动 开始有能有所开始 就发展到后面 所有的恩怨情仇 喜怒哀乐全部由此而生 现在呢 入流二字 甚至于入这个字 他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从头到尾 但是入是什么 入就是不住 因无所住 因无所住的不住 就是入流啊 有没有 所以佛陀讲啊 屈陀环 这叫做入流 而无所入 不入 各身香味触法 世民居托环 这不入嘛 为什么不入 因为 这一些都是生灭 无常之妄法 你不随之起灭 你自然就知道 什么是不生不灭 所以这叫做 依 不生不灭心 为 本 修因 好 到极灭现前的时候呢 哎 你说啊 观世音菩萨 耳根元通 那他修到最后 会变什么 你就看 观世音菩萨说 接着呢 极灭现前 就 获到 获得 二 殊胜 两个殊胜嘛 一个叫做 慈 一个叫做 悲 慈是什么 慈就是 你的心 可以跟 十方佛 同等 慈力 慈能娱乐 可以给这个世界最大的快乐 就是佛 所以佛 所有 十方佛 都 可以跟你 同一个鼻孔出气 你就是跟佛 如果有一样的力量叫做慈 所以观世音菩萨的慈 是跟佛相通的 但是呢 佛的通是为了要拔众生之苦 所以要有悲 下合 六道众生 与诸众生 同意 悲养 你要 能够了解 世间苦人多 你要知道大家的苦你才会 你才可以拔苦嘛 你都不知道他苦在哪里你就会说 很奇怪 这样有什么好苦的 是不是 每个人都觉得 诶 这个 你说 那个 你为什么 说我不好 因为你的眼中看到 他不喜欢的 你不知道你就 哇 你一直说我不好 你要告诉我 我不好在哪里呀 我可以改呀 可是问题是 他就说 我说不出来就是讨厌 那你就很难改 所以他为什么痛苦 你要了解 他的苦的真结点 这叫做悲 知道 还不能 只有理解 我理解你 我接受你 但是 我不可以 让你这样子 怎么样 我要帮助你 拔掉 这个痛苦 你才可以脱离呀 而不是 你看我们现在 有一个居士啊 他说 他以前都看那个非洲 饥饿三十 他看的时候 很痛苦 每个 每次看每次哭 每次看每次哭 很可怜 后来呢 过了两年 他说他不看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 原来 他没办法改变 他干脆 选择 不要看 是不是 那不要看 就可以解决吗 是不是 我不要看 我不要听 这个人 好讨厌 所以我们选择 不看他 不听他 不跟他相处 我离可以吧 我离开可以吧 你看 我们就是这样 娑婆世界很难待 我想要离开 这个老板很不好 我想要离开 这个家不好 我想要离开 这个道场不好 我想要离开 你离开能解决吗 没有解决 我的人生 我这一生不好 我要死 自杀 我要离开我自己 你还是没办法 你没办法解决 因为 离 不能解决 要悲 才能解决 慈悲的悲 就是拔除 把那个根本问题解决了 怎么来的 入流来的 因为你入流入到极灭 回到你的本心之后 你就有力量了 你就知道要怎么解决了 所以根本的问题 不是 这个世界是长什么样子 根本的问题是 你要 回到 回到你的原点 你才能够知道问题的根源 问题的根源都不难解决 是问题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 实的 这身香味处法才难解决 好 因为有历史问题有什么什么各种复杂的人事物的问题 但是所有的问题 只要回到原点 你就可以彻底的解决 你就可以彻底的解决 所以为什么佛陀他要 在这个世间 没有停止 的同法 因为 这个 只有 没有 让大家 明白 法 觉悟之法才能彻底解决这个事件的问题 你 你只要开始修行 你就会开始解决你自己人生的问题 所以让全世界的人都懂 全世界的问题就解决了 就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这么难的经 我们要发心推动 因为 只有这样子才可以 不是 唱高调的 世界和平 我们每次都回向 有没有 众生离苦得乐 然后呢 所有的人都成佛 你不要只有呼口号 是不是 我们呼口号又如何 你每次许愿都只有许 我要世界和平 你世界什么时候和平 你自己都不和平 你都不知道要和平怎么和平 那你怎么有办法 和平呢 是不是 因为我们的 解决 要面对现实 现实是什么 问题很多 一大堆各式各样的问题 但是呢 佛陀的时候 也问题不会比我们少 因为大家都轮回来的 轮回来的 谁没有问题 每个人都讲不完 是不是 你要听人家诉苦 你这个 你花这么多时间听完了 重点是 听完了 我要 把苦 我不可以 只有听你诉苦 变成我也很苦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学佛真的是很有趣就是 他不会把生命 浪费在 只是 了解众生的苦 了解众生的苦 他自然 他只要把自己的心修好 他自然就懂了 因为观世音菩萨就这样讲嘛 是不是 他为什么能够 下合六道一切众生 的 痛苦呢 他怎么会知道众生的苦在哪里呢 他有去调查吗 有去访问吗 有打电话问他吗 没有 他就是 把自己的心修到 最清静的时候 极灭现前的时候 就通了 就懂了 懂了之后说什么 他的人生 不会浪费 不会每天就 我来 我们来认识一下 第一次见面 我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观世音 请问你是哪里的 是不是他不会啊 他也不是 就要告诉你说 你知道吗 我在娑婆世界叫观世音 其实我的本名是正法名如来 有这么无聊吗 没有 根本就来不及了 没有时间在那边自我介绍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你不要问我是谁 你要得度就好了 成功不在 观世音 是不是 我不用让人家知道我是谁 我只要知道 你有没有得度 我只愿意看到你真的 学了佛修行了之后 你找到你人生解套的方法 这个是观世音菩萨的唯一愿力 所以他会千百亿化身 因为所有的众生都可以成佛 为什么要让自己这么痛苦 可怜 可怜明哲啊 你看他在愣眼睛里面一直讲 真的叫做可怜 可怜 所以呢这就是回到 我们在讲 如果 这一套方法是有效的 如果理则顿悟称悟病消 是非顿除因次第定 次第定是真的是可以有效的 那我们就要怎样 我们就要发行 所以为什么要发起这个 百万华颜金 百万楞颜金 百万金刚金 因为这个这三部经是太有效 而且太好用 又 有趣 真的是很有趣啦 我们这 要富贵 得富贵 要开悟得开悟 要智慧得智慧 因为我们要求的不过就是这些嘛 对不对 所以呢这三部经大家都要发心 发心去推广 但是发心推广之前 自己要发心研究吧 发心深入 发心明白 所以在大众共修的时候 你也是自己在用功 我们 每天 主持 上线 跟大众一起 用功精进 不是只是负责 大众请合掌也不是只是 等着最后 我来跟大家讲讲话 那个很虚假 也很浪费时间 我们在这个时间 我打开电脑 我就是发愿 深入金帐 智慧如海 我们要贺丹如来家业 我不深入金帐 我对不起我自己 因为 当你一深入 你就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改变 是不是 修行不论年资 但是 问 只问耕耘 你有多少的努力 不是我今天 是出家人 我就必须要得到大家的尊敬 你必须 要自己有相同的 等同的付出 是不是 人者无恶必为人尊 你没有用功 人家为什么要恭敬你呢 即使是因为 有的人很有善根 他因为你穿这件衣服 我恭敬你 可是 口服心不服的人 他有人在 是不是 我们常常听啊 我们 常常听人家 批评别的法师 自己心里面就 两斤 一斤就是 哎呦 他怎么会 他不知道我们是同一国的吗 他竟然在我面前 批评别的法师 这是第一斤 这个人真的是 都没有智慧 第二斤 他其实就在讲我 因为 出家人 没有你跟我 只要 但凡一个人骂任何一个出家人 他就在骂我 因为我是僧 我是僧团的一分子 我是佛法 里面的一分子 所以当你在 讲 在发牢骚 在讲 别的修行人的过失的时候 你其实在讲你 所以 所以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 不懂 佛法才会 有这一些烦恼 同样的 所有的众生 当你在 起烦恼 在 控诉你的家人 在抱怨 你身边的人的时候 其实你在骂你自己 你在伤害你自己 因为你不知道众生是同体的 所以为什么这世间的人很可怜 我们明明是同一个国家的人 因为党派的不同互相攻击 有没有 因为省级的不同 互相攻击 因为国籍的不同 因为长相的不同 因为家 的不同 我们互相攻击 因为公司的不同 因为很多很多的我 而互相攻击 乃至于你来学佛了之后 你因为道场的不同 甚至于因为经典的不同 你认同的法门的不同 你要互相攻击 为什么 因为 愚痴 你不懂 不懂才会 互相 在那个地方 较劲 攻击 你因为 不懂佛法 所以 这三部经很重要 我们有了这三部经的精进用功 整个道场 其实就是为了 要让大家 精进 愣言经 讲的叫做 黄 星 歇 歇 及菩提 是不是 我们在 整个道场的设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愣言禅堂 这个愣言禅堂 现在 前几天传承师傅已经 在招生了 他说 我们有 96个位置 那 有没有人要预约去住 以后住禅堂 住禅堂前 其实就是要把 整个 愣言经熟悉 那 这个熟悉呢 我们要怎么建这个禅堂 这里面就讲 若有末世 愈做道场 坚持 比丘 清净境界 这任言经讲的嘛 要当 选择 借清净者 第一沙门 以为其失 啊 那 那怎么办呢 你 遇不到嘛 若其不遇 真清净生 辱戒律 一臂不成就 哇 重点是你又遇不到 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清净的啊 有吗 有说啊我知道我要找师傅拜师 问题是你确定你这个师傅 我们讲哦那个磨 年老成磨 这师傅那么年轻他就老了 会不会晚节不饱 其实还蛮危险的 我们很紧张啊 我们不可以老了我们 以后如果老了怎么办 是不是 但是老了不一定会沉磨 你自己要 把握啊 可是现在问题是什么 很多人他在 学习的时候他跟着的老 老师 他不知道他的戒律是怎么样 所以为什么要找 出家师傅 因为基本上 他 现这个项 基本上有基本的规范 社会大众也知道 如果你看到一个师傅出现在KTV你会觉得乌乌乌的 你看到一个师傅 去买乐透 你说 对不对 为什么你明明没有懂 师傅的戒律 可是你为什么知道这个好像不太适合 对不对 然后你看到一个师傅呢 在那个当街在那边骂人 或者是师傅出来选 总统 如果呢你会发现 怎么这个师傅来当议员 基本上 所有社会大众是不接受这件事情 表示什么 这个身份有他一定的 保持 一定的形象 一定的戒律 因为 这是佛陀赋予这个 身份 的 基本条件 你要当出家人你要去 受持清净戒律 而且是 几百条的 好 那 只是他 够不够 符不符合那个标准 但是基本上呢 在这个身份 跟 没有这个身份的人比起来 比较安全 啊 比较安全是这样 所以呢 戒程之后呢 拓心静一 拓心静一啊 燃向 贤居 其实意思是什么 你要身心清净 啊 送此 新佛所说神咒一百八遍 就是那个楞严咒 然后结界 建立道场 所以我们明年 要开始 有这个楞严禅堂前 我们要发起 一个法会 就是念 108遍的楞严咒 但是在念之前 我们要先念 108遍的楞严经 楞严经念首 你才会知道念咒在念什么啊 昨天我在录那个 录那个读经 录到咒语的时候好痛苦 为什么 因为你持咒啊 持咒是怎样 南无撒旦他苏解多耶阿来何地 你都会对不对 你念念看 南无撒旦他苏解多耶阿来何地 那个神圣星都不见了 然后就念得很痛苦 这不对啊 这个变教学版了 所以 持咒有持咒的一定的持法 他是修禅定的 他是修 跟佛的心相 通的 这是佛的秘密神咒嘛 秘密神咒发音不是那个 国语的发音耶 他是梵文的发音 可是谁听过梵文的发音 是不是 那个 你要怎么发 请问你那个 你怎么飙 也不对 对 是不是然后有一些音 他是从禅定当中流出来的音 你怎么去标 那个音 那每个音节是相连的 那你怎么唱 你怎么念 就像华言经四十二字母 你们知道一一啊一啊 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吗不知道 因为他其实是在跟 佛的心相通 相沟通 就像频率 就像 这个鸟要跟鸟相 互相沟通的时候怎么沟通 你也听不懂啊 但是他有讯息呀 那个讯息里面你是能够 互相知道 同类会相知道吗 那我们跟佛是同类 可是我们呢 因为我们的忘心 我们的执着念头 把自己障碍住了 因为我说 啊这个只要 是外国人 我就不知道要怎么沟通 好那除了外国人之外 讲同一个语言的呢 我们也不一定能沟通 啊上一次呢有一个老先生跑来 啊说 啊一开口就开始 成诗 啊这个讲讲那个 啊寄语这样啊 然后他就说心语师 啊你听我讲什么听不懂啊 啊心语法师就说 不知道要 怎么跟他回应 不会回应嘛 因为对方是有一点 哎有点挑衅这样 啊信真的马上说如果是我我就会说请说 说人话 哎 我们常常 没有说人话是真的 你你不说人话呢你就觉得好像听不懂 连说人话你也很多时候你就沟通不了 对不对 你明明我们都是讲同样语言的为什么你讲的话都 我都听不懂呢 因为你的思想要变成我能理解的时候 常常会有格啊 会有障碍要代沟 同样的 我们要跟佛陀相通 你如果没有把你的心的状态调到跟佛一样 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不用沟通因为他把它调到极灭现前 就通了 所有的众生的心他就懂了 不懂不懂的时候呢你讲在100遍你也不懂啦 你都不明白我的意思 不是 是因为我不想懂 我不想懂你的意思 所以我对你是有看法 我有鸽爱的时候 我有鸽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通 所以只有怎样 让自己的心 可以回到 本来的状态 好 求于十方 陷入国土 无上如来 放大悲光 有没有大悲光 来灌其鼎 听起来很玄啊 但是其实讲什么 当我们要建立这个坛场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 清静的 心 清静的身 对清静的心 清静的身叫做 清静衣 你的衣是什么 你的衣不是那个外面那个玩礼服啊 你的衣就是你的法衣 我们要受戒 有戒衣有慢衣 出家人有出家的衣 你有这个清静的衣 然后呢燃香 香香是什么叫做精静 一支香两支香 24小时没有间断的香 然后接着 你的法 诵经 把你的经呢送的熟到 能够连续念108遍的时候 你的心 跟你的身 一定是在最 没有杂念的状态 否则你就会 好累哦好累哦几遍了 你一定是这样 所以进入那个禅厅的状态才有可能 进入108遍不会停 这个时候 节的借 十方诸佛一定来住 这一个楞严坛场 这是我们要建坛场 非常重要 的方法 所以若 默示人他这边讲 默示人要建立这个道场的话 你可能不一定找得到雪山白牛啦 你看他讲叫我们找雪山白牛 我们要去找 不是要去杀牛 我们是要去拿他的份 因为这只牛 这只牛的那个 听起来好像是什么小龙女之类的 天龙八木 这只牛呢 他因为喝的是清净的水 吃的是清净的草 所以呢他 排泄出来的那个粪便 是有神力的 那其实呢这个在讲什么 雪山 指的是佛陀修行的那座山 不是喜马拉雅山 在雪山当中的大粒白牛 大白牛代表的叫做大圣菩萨 大圣菩萨呢 每天吃的是什么 我们如果是大圣菩萨 我们每天吃的就是什么 就是菩提心的粮食 慈悲心的粮食 六波罗蜜的粮食 所以 这一头牛是我们自己啦 就是 我们的大圣心 我们的大圣菩萨之心 这个心呢是不染污这个世间 所以这只牛有怪癖 这个牛只喝 雪山清水 只愿意接受佛法 只愿意起清净的念头 所以他做的事情 心之体 是清净无碍的 心的作用 就是慈悲无量的 如果有这样子的一头牛 那我们的这个 道场会成立啦 但是他说呢 如果 若非雪山 骑牛臭惠 不堪土地 所以 你如果找不到他的头牛 没关系 他给你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在 别于平原 穿去地皮 无耻之下 就是在地底下 挖土 所以他叫我们用 土 用 矿石 用宝石 来盖道场 也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 退而求其次 我们找那个 最干净的材料 来建 道场 所以他这边就讲说你看 要沾坛 是不是 我们的那个 坛场是 Henoki的 有接近沾坛 有香 陈水 舒和 熏露 这个都是香的东西 香草 香的木头 香的 成分 干松 什么鸡舌香 都是香的 意思就是 你要用清净 干净的素材 然后呢 破土 成泥 那以前呢 盖房子就是拿现成的嘛 房子就直接 木头就 撞起来 那他那时候就教我们 你要把他变成 一个 建屋的材料 以土场地 然后呢 形状是八角形的 所以我们的禅堂 是八角形的禅堂 八角形的禅堂 为核心 四周就是住宿的地方 而且这个住宿是 闭关的 不需要 外出 不需要跟外面接触 那你要出去 当然可以 那是你的选择 但是外面的人不可以来吵你 这是我们 唯一 不对外 在公开的场地 好那 在整个道场的 最上方 就是在上面 悬浮在空中 那 下面呢底下是其他的 用功的 用功的场所 接种的场所 但是只有这一块 这是师傅最期待的 就是依据 楞严经 所设置的 他里面也教我们 要把这个楞严经 刻在里面 那太好了 我们就准备要 在这里面 闭关 然后呢 整个设计 里面的修行的阀门 全部都是什么 就是 参加 百万楞严 百万华严 百万金刚经的人 他可以申请 那申请进去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这一生 完全可以在 此生 见证到自己的成就 这是我的目标 我们希望建这个道场 就是护持 天下 修行人 真的能够 找到一个 医子之处 天下归心 然后你在这个地方用功 那至于 要不要有什么护持 什么我相信这个没有问题 世间的一些运作啊 乃至于 接引啊 那我们有云端 有全世界 都有的一个组织 然后甚至于 医养 农 驴 我们的法师呢 最近在研究 在把我们的整个道场的 架构把架构出来 即将要推出 让大家知道 这个是我们建道场的理念 但是呢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要来 来护持 佛法 护持 的是 佛陀 的 佛体心之法 这个大圣佛法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 用我们的生命 来想办法 结合 世间的技术 乃至于我们的很多各行各业 的智慧 大家一起共同 来成就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 讲这个楞严经讲完了 那最后呢 也真的希望大家 每一个人 都要来 发愿 我们要设这个网站 设这个网站呢 要号召 百万人 送百万部 楞严经 百万部 华严经 百万部的 金刚经 但是我们只负责什么 我们的登记 不是问 你念多少 我们只负责 目 愿意 我愿意念多少 来 建道场 所以我愿意 那最高极限是100 100部 你不能说 师傅你有百万部 没问题 我就直接帮你填 100万 马上就满了 你看 有的人会这样子 就是嘴巴会讲 可是 我们自己衡量 我愿意 受持读诵 这部经 我要愿意念100部 你上网 帮师傅 登记 登记完之后 我们就累计 累计累计 用这个功德来回向 那 我们会不会派人说 那你念了 100万部 你愿意念100部 你现在念几部 我们没有空 我们大家没有空 没有空去监督 没有空每天在那边看你念几部 你自己安排 但是我们愿意参加 我愿意念一部 我愿意念10部 我们都欢迎 我愿意念100部 那如果说我还想要 念完100部我还想要再多念100部 可以你念完100部再来登记100部 就分期慢慢慢慢圆满 我们是要来用 诵经 用功的发心 来扶持这个道场 这样 那 念完了之后呢 盖好了 以后就可以 拿着 这个念经的功德 我有登记哦 你都可以进来住 欢迎 使用这个设备 因为这个是大众的道场 不是师父自己一个人 盖这么大 我也只用一块 小小的地 而已 而且 重点是 如果只要给 我们自己住 那我们现在就住得好好的 不需要再盖一个这样子的道场 把大家 忙死了 这样 所以呢 一定要 从 头 到 你都要 你都要 不忘 你的出发心 才不会辜负 你 能够 遇到 那眼睛 的这种殊胜姻缘 否则我们 盖盖盖盖盖到最后呢 明爷来了 立爷来了 每天就忙着拿奖 然后接受采访 忙死了 这个不可以 所以呢 这是 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复初心 成佛有余 这是 我们今天 发心 来 弘扬佛法 建立道场 一个最重要的 一个目标 那讲出来 也希望大家 如果发现 师父 年老即将沉没 赶快来提醒一下 接受大众的批评 接受大众的监督 接受大众的 见证 你可以 比较容易成就 有压力 要做拾手所指 拾目所示 很严格 但是 对自己的盗业 很有帮助 所以这是 今天 我们就 讲到这边 希望大家 赶快 一起参加